柯文哲對高昂安 一直是搖擺不定 你說 連名要聽連名沒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 去年助理費的時候 他講什麼 理工女一定一切合法 結果最後搞到最後起醋 那你在新竹市舉辦活動的時候 你說不要貪污 不要貪污當然是對的 可是高昂安在旁邊 那是貪污自罪條例 但是他也立體高昂安 那你在看這個過程當中 我那麼講 因為今天高昂安的事情 才太多 我先講一下 我覺得高昂安比較適合 當我們竹北人的竹北市市長 問什麼 竹北人的竹北市市長 漢神 漢神鐵板燒 今天應該要收廣告費 因為他做了月餅 我後來聽議員講說 原來新竹還有一家 可是第一時間 我們Google到這都是竹北 是第一個 第二個 竹北的名氣 據說比較響亮 對不對 李澳行銷 竹北 竹北 李澳行銷所在的那個地方 叫做水龍自辦重劃 他們他們現在公司設的地方 是自辦重劃區 以前他有沒有標過新竹市的案子 紀錄上我看不到 至少這六七年來他沒有 結果高昂安當市長 李澳標了兩個案子 有沒有貓力再說 高昂安當市長竹北 我們的李澳 馬上標了兩個案子 金額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 好歹兩個加起來四百多萬 再過來司機 我們前新竹縣的議長 的弟弟這邊來的 也是我們竹北啊 高昂安是不是 是不是更適合當竹北市市長 就叫你們新竹縣市合併了 就不聽 不要再講了 因為我剛才看天下雜誌的調查裡面 最後一排裡面 有我們楊縣長 不是楊科長 新竹縣市都在同一排 藍白這麼卓越的這個合作政績 最好玩的一件事情 請問高昂安什麼時候起訴的 八月四號 十四號 今天九月十九號 超過一個月 高昂安有沒有違反他們的規定 他不是搞了一個月 他看新竹縣支持罷免高昂安 在超過百分之四十五 他才不會信 那是罷免高昂安 又不是罷免我克文哲 你是五十五 五十五 那是罷免高昂安 不是罷免我克文哲 只有一個理由 就是搞到現在為止 影響到克文哲 所以我直接在講一個事情 因為大祕寶 等一下我們一定會講到寡婦樓 對 先打個預告 這張是中國時報寫的 我們有找自由 106年 2017年 9月23號 我們今天是9月19號 快六年前 其實過幾天就滿六年 幹嘛 你先看到這個 前一陣子在講 那個跨年晚會的時候 新竹市不斷工會 李主任 對 李主任 另一天 六年前的9月23號 他好像是一千萬交保 對 他幹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要一千萬交保 寡婦樓那個案子 行匯 中央機關主管官員 兩千萬現金 好 你直接想一件事情 李中庭怎麼那麼好 阿滿儀買個房子 然後給他租一個套房 五萬塊 阿滿儀的公司 就是後面就是跟寡婦樓 這邊扯在一起啊 那家公司叫什麼 李明開發 他當時就是李明開發 當時有地方的特助 重點是 他有兩千萬喔 兩千萬現金什麼概念 你知道嗎 現金 我們都有出國的經驗 你拿個登機箱 你把登機箱裝到 大概八分滿 幾歲的啦 登機箱 登機箱 登機箱歸屬 就是那個 登機箱 登機箱沒那麼大 登機箱可以帶在身邊 那個可以裝到兩千 你怎麼知道 我們吃過啊 不是八千就是一億 如果是那個大的登機箱 那個要送行李的 運送的 那是一億啊 重不重啊 我要試試看 兩千萬 我跟我講 你總是要保持 跟犯罪之間保持一個距離 我不是說你一定犯罪 可是你要懂得閃嘛 我也不是講 每一個建設商都會這麼幹 可是他當時有送過兩千萬 兩千萬 你還去租相關人士的房子 所以高宏安拿55.9 對 55.9分 可是高宏安有重大貢獻 他的重大貢獻是什麼 至少最後一名不是侯友宜 他過關啊 這種貢獻度 最後一名已經有人搶到了 連這樣還要打一槍啊 侯友宜以前是放最後一排的嗎 侯友宜沒有選總統之前 他頭斷班耶 他是前斷班的啊 對啊 你要選總統 你不能掉到最後一 你掉到中間就算了 你不能掉到最後面 還好還好 你不是後斷班的最後一名 高宏安有救到侯友宜 這是他唯一的貢獻 侯友宜本來就知道 李仲廷是高宏安的好朋友 男朋友 那在立法院的時候 毕竟沒有行政權嘛 他也不便講那麼多 而且人家男女之間的關係 他也不便講那麼多 那再加上其實 柯文哲那時候盲市政 沒有知道太多的訊息 直到去年 助理被案出來以後 知道李仲廷有在基金會兼職 然後又在立法院領薪水 那柯文哲那時候就有覺得 這個事情其實不太對 但那時候畢竟是選舉 那我們知道柯文哲在經營 網紅政治學嘛 所以高宏安就是柯文哲底下 最大的網紅 所以只要遇到高宏安 就會轉彎 那無論是這個助理被貪污或 這個論文的問題 知識會有問題 民眾黨只要遇到高宏安就會轉彎 那所以這件事隨著高宏安選上以後 黨內也沒有更大的討論 那後來直到起訴以後 那我們看到起訴書就更加明確了 李仲廷反而是檢察官認證 有在外面這個兼職 甚至基金會也有這個金錢上的往來 所以李仲廷的角色就更起人一鬥 那直到這個月爆出豪宅們豪車們 柯文哲才覺得大大的不對 因為他過去就種下李仲廷 其實在跟高宏安這個政治上 我們說干政的原因嘛 今天拿到新竹市的執政權以後 這個事情更加更加的嚴重 李仲廷直接跑到這個局長室 甚至約秘書出來喝咖啡喬事情 那柯文哲才發覺這個嚴重性 可是柯文哲一直非常非常掙扎 我們知道起訴以後 已經到現在已經一個月了 那到現在才伸出一個所謂連政公約 來把高宏安庭權 那把他自己最捨不得的網紅 這個切割掉 我請教 就是說你剛剛講 遇到高宏安就會轉彎 但是這一次不轉彎是什麼因素 那包括柯美蘭他要選新竹市的立委 你覺得這有一些關聯性嗎 就是我可能要開始做一些 清理戰場的是不是這樣看 當然民眾黨 不管是中南部或新竹市民 都非常非常憤怒 地方黨部的電話都已經被打爆了 然後地方黨部的這些諸位置信長 已經接到抱怨高宏安的電話 已經接到手軟 所以他們就寫報告 然後呈上去中評會跟中央委員會 那才有今天這個結果 那我剛 還去翻了一下 這個黨部的網站 有沒有連政公約 這一個條文PO在網站上 到目前三點 我三點多的時候查是沒有這一條規範 所以這條規範也是為了要 說高宏安申出來 高宏安條款是不是 對啊 現在我就找不到 我就找不到 連政公約到底在哪裡 這特別的 他就是說 他就之前講 我們沒有連政公約 也沒有連政委員會 所以才找情業重信的 那冠年我再請教一個問題 因為高宏安在選新竹市長的時候 然後其實有一波的亂流 那個亂流是什麼事情 就是蔡壁如論文的時候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知道這個事情 有傳出來一個部分是說 當時有人建議說蔡壁如應該要趕快辭掉立委 那你有知道說 建議辭掉立委的是誰嗎 那時候高宏安在選戰非常緊張的時候 他獲得蔡壁如論文抄襲這件事情 他就強力運作 打電話給柯文哲 然後李中庭甚至也直接打電話給柯文哲 李中庭可以直接打電話給黨主席 跟黨主席講說叫蔡壁如請辭 這樣喔 賀平立委嘛 他們本來就會有做一些社群上的合作 對啊 他那時候沒有身份 那在選戰的時候反正 這件事情就很緊張 蔡壁如其實也摸摸鼻子就認 後來是蔡壁如自己辭的 而不是黨中央開會辭的 所以這件事情也是遇到高宏安就轉彎 因為蔡壁如那時候就主動請辭 可是我們看到高宏安這些 面對助理費面對這些豪宅們 豪車們 那柯文哲其實都沒有太大的動作 直到今天他自己看到他這裡民調掉了 然後民眾黨支持度也掉了 然後底下反彈都已經不得了 他才迫不得已做出這個決定 再來我覺得並不是柯文哲切割高宏安 現在反而是高宏安切割柯文哲 怎麼說上個禮拜高宏安就直接說 他不要當民眾黨的中央選對會的委員 他寧願當新竹市的選委會主委 這什麼意思呢 地方首長擔任選務工作的人員是不能去任何造勢場合 不能站台不能宣講的 所以高宏安在他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他就知道他可以不用幫柯文哲助選 不用幫柯美蘭助選 不用幫民眾黨所有的人站台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是因為他還可以代價而估嗎 如果到時候郭台銘民調起來了 或是侯友宜民調起來了 他可以拿自己新竹市諸侯的實力去代相統靠 再請教一個問題 因為講到地方的首長 那副市長現在玄缺一陣子了 到底會是誰呢 那傳出來是說 屬意的是由民眾黨的新竹市議員李國璋來接 你怎麼看這不起 李國璋要接幾乎已經是確定了 那怎麼說呢 他是各方妥協可以接受的人物 第一個柯文哲他當然最屬意的是柯美蘭醫師 那高宏安我自己認為他心中最屬意 他覺得是自己人的是私屬庭 那可是這兩個人看樣子都不是那麼適合 尤其高宏安現在他沒有政治經驗 他現在在新竹市政府 他的命令也緊陷在市長市裡面 所以他的令不出市長市 所以他極需要一個有政治經驗 然後有政治手腕 老到的老鳥來處理市政 甚至當副市長這個職位 所以李國璋是柯文哲可以接受 然後高宏安可以接受 甚至他李國璋擔任過立法委員的助理 然後也擔任過三屆議員 他也可以處理撫慧關係 所以李國璋是 現在各方可以妥協的人物 如果真的是私屬庭 我很難想像 對 我們下燈的 我們下燈的